今年3月10号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坠毁 这一事件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关注 随后波音公司这一机型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停飞 昨天就是21号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发布消息 鉴于3月11号以来 14架波音737 MAX停飞 即已订购的该机型飞机延迟交付对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 公司已正式向波音公司提出了索赔 据悉 此次737 MAX停飞以来给东航造成了较大损失 并且相关损失还在持续扩大 在问及目前东航的737 MAX飞机情况时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公司14架737 MAX按照飞机维护要求进行了封存 关于付飞的可能性 公司密切关注中国民航局和波音公司发布的相关工作进度 将首先确保该机型的安全性 而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陆康对东航对波音提出索赔仪式做出表态 波音737 MAX这个机型在全球范围被停飞 大家知道原因是因为出现了安全上的隐患 技术问题没有解决 对企业之间的商业行为我们不便做评论 但是我相信所有人都会同意 任何企业依法申索自己的合法 合理的利益 这是无可非议的 据了解 截至去年12月 中国民航运营的波音737所有机型的数量 超过1500架 占到同类机型的50%以上 在埃塞航空空难发生后 中国民航局第一时间发布通告 暂停国内航空公司 所有波音737 MAX系列飞机的商业运行 事实上在东航之前 也有国外的航空公司提出过索赔事项 在埃塞空难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 也就是今年3月13号 挪威航空公司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 比约恩·肖斯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 公司新买的飞机被迫停飞 由此产生的损失 应该由飞机制造商来买单 要求波音公司赔偿因停飞波音737 MAX 所造成的损失 我个人觉得航空公司有解决问题的多元化途径 其中现在尝试的是 由双方友好协商 所以东方航空首先向波音公司主张索赔 那么有两种可能性 如果双方能够握手言和 当然是上策 如果双方谈判搁浅 双方也可以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 如果双方不愿通过仲裁解决纠纷 那么也可以去法院 损失如何计算呢 我个人觉得可以参照在停飞之前 这144架波音737 MAX 飞机在正常有效运营的情况下 取得的营业收入 那么作为中航索赔的标准 就会双方向波音737 MAX 就会双方向波音737 MAX